西域刀羊想收美羊为徒,却遭到拒绝 想当初他可是远近闻名的羊族大英雄 五十年前,黑他兰带领群兰进攻羊村,把全部小羊抓走 当他们路过沙漠的时候,遭到一只独行羊的拦截 他就是西域刀羊 莫视相的小兰拿着刀冲过去 西域刀羊手洗刀落,他便应声道下 黑他兰秘密群兰进攻,西域刀羊卸下斗篷,挥着刀引上去 不过三两下,便把他们全解决掉 刀人映射出黑他兰惊恐的身影,西域刀羊一声怒吼,吵刀冲过去 黑他兰发现自己没事,以为不过如此 然而下一秒,刀柄便碎成极端,他吓得赶紧逃命 西域刀羊致死,成为羊族的大英雄 他的光辉历史,至今还在羊村流传 多少小羊都想亲眼看看传说中的无敌刀法 然而几十年过去,西域刀羊年始已高,功力大部分从前 本想重现当年风光,却不想闹了很多笑话 还连那小羊都被黑他兰抓住 黑他兰见刀羊头上的花不错,只要站下来 却不想,这是他的风影 刀羊瞬间进入暴走状态,追着灰他兰夫妇就失意断乱看 不到片隔功夫,蓝宝便已成为废墟 刀羊仍然充满力量,回到羊村又失意正破坏 自从知道这方法能恢复功力,西域刀羊又接着行下战役 结果头上的花拔得太多,导致功力暂时失效,只能回羊村避难 之前他派发了很多有求避应的金牌 那些动物拿着金牌找上门来,请就帮忙,这可给小羊们带来不少麻烦 村长和刀羊一起喝茶聊天,问他有没有想过收徒弟 刀羊一副潇洒姿态 他听到村长说到武功失窗的问题 他立刻态度大转变,急冲中就要去找徒弟 夜连渴望的沸羊他不要,偏偏要选毫无兴趣的美羊 美羊想像洗舞之后的样子,决定死都不要学 刀羊不肯放弃,追着他各种展示自己的绝招 什么空手四大石,水上轻弓,飞花碎叶刀法 美羊不是觉得粗鲁,就是觉得无聊 刀羊展示刀法的时候,意外把灰太狼的毛剔光了 灰太狼为了给丈夫出气,找到刀羊去战 一招过后,郭法战胜了刀法 美羊和刀羊都被抓到狼宝 灰太狼夸奖红太狼的时候,随手扎一朵花现引擎 没想到因此结束刀羊的封印 结果又被打飞了 进入人物 您的观点